呀好 今天是 超過的鴨皮 本來在加拿大工廠藥藥藥出口的經驗 本身在病醫工廠的單瀋痕 為了不讓自己的人生來感到的效果 所以跟海外體驗到不一樣的事物 全過程並沒有輕鬆 不過心中吃這個 那邊我是做那個 一開始是做蘭花園的工作 後來我有換工作 換去做超市的收音樂 外交部才93年來提供這項海外體驗 8月8號開始 跟台灣來參加 剛才打工協定的國家 也增加到15歲 為了高齡多少年輕人 就出去走走看一看 民進黨來到廣東部 特別基盤多年 要請單瀋痕的人來做經驗的分享 直到現在年輕人很多人都想要辦這個 然後這個應該也沒有人辦過類似這種講座 可能都是透過代辦公司或是網路搜尋 訊息 所以我們很多年輕人反映 所以我們就直接找了兩位有經驗的講師 一起來分享 經驗分享在當中 包括如何快速找到工作 還是怎樣用最新的成本去試圖頂頂 也讓人參加三十多的人 感覺受到這麼多 廚藝有進步 語言有進步 但語言不單單只是英文而已 我學到最多的法是廣東話 因為我曾經在香港的茶餐廳工作 更知道應該要怎麼準備 然後要用什麼心態去面對 然後要思考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 聽到蠻多自己想知道的事情 因為蠻多出國會遇到的是 先聽有經驗的人講 就是有什麼問題自己會比較了解 主辦當時表示 因為這麼多年輕人想要知道 上官海外體驗的主信 雖然基板這段話當 歡迎上當後 也考慮更小進行 希望幫助各種年輕人 對救他們的夢想 現在你們先採訪報道